林峰超老師 我們回家吧 人也看你替自己想 你有多多傷心的故事 嚇嘴風風雨 什麼是你堅強的理由 因為你是媽媽 媽媽 你的歡樂 就念不給我 媽媽 媽媽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媽媽 媽媽 你用唱歌 一個世界給我 媽媽 媽媽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媽媽 媽媽 姚媽 你也會唱歌 我唱歌 媽媽 我唱歌 不久 我唱歌 你朝歌 才唱歌 好,去送你兩頁 謝謝 送你再來 好,謝謝 可是幾個禮拜每天運動 你好像好多了 是啊 馬上每天幫我按摩 鳳梓、鳳鵝、鳳騰 還輪流傍晚陪我散步 我現在手腳有力多了 對啦,鳳曹這禮拜不回來嗎 鳳曹說學校要起中考了 他安文忠要留在學校出考卷 是喔 之前我狀況不好 我怕他看到會擔心 現在我拼命做復健 也就是為了要等他回來 好不容易這兩天狀況比較好 他又忙不回來 對 他應該下禮拜就會回來了啦 嗯 嗯 嗯,對了 等一下喔 我要騎車出去跳舞到 欸欸欸 你才剛好耶 這麼急就要騎腳踏車不好吧 沒問題啦 我已經好了差不多了啦 等一下順便喔 那我去文中家看一看 說不定會碰到鳳曹回來 想了半天 原來是要騎去文中家看鳳曹啊 有一段路喔 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用啦 去那麼多人幹嘛 我只是去偷偷看一下鳳曹 萬一被他發現我們兩個 同時出現在那邊不是很奇怪 你不要擔心啦 就當做騎車做付錢啦 好,很快就回來了 真的可以嗎 可以啊 沒問題 你要小心一點騎啊 好啊 路上很多車子啊 你要靠邊一點喔 好啊,我知道啦 好啊 小心一點啊 好啊 你如果累了就休息一下喔 老耶 洪桂就回來了啊 好好啊 起慢一點喔 累了就休息喔 单车不在 看样子 蜂蚤还没回来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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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来这里是要找蜂蚤 是吗 蜂蚤才对 就客家出口去担 还没回来 没关系 我不是要来找蜂蚤 我是要找朋友 刚才站在这儿见过 是这样吗 你要礼拜出来休息一会吗 不用 我是要回来 真的 我要礼拜休息一会 真的不用 谢谢 请客 你的腿是怎样 我都请怎么腿已经担住了 没关系 请客 你不要跟风头说 我给你的环绕 好 好 好 晴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 是否可以再说 有三个月 早就跟你说 没关系 好 好 好 是这样 我们蜂蚤还年轻 很多事情比较不好 若是有做得不好的所在 请你多多饱喊之多 陈家 你想过客气了 蜂蚤什么都很好 它是一个真乖 还有很多事情的女孩 阿山舅 这么好的女孩来玩到 是我们的好客 是你们更为苦了 欢迎跟这么好的女孩 和我来做宣布 我实在很感谢 好了 我们哪有什么为苦了 是你们文中 这么有财情 更认真 你这对我们风潮 更吃得好 在用到的环境 开始无法让凤槽 过去什么以往富贵的年纪 但是所以你放心 几乎我怕心情 我会了解 我就对 会跟凤槽 当作是我跟她的亲戚 相同的相同 在那里 听说 有情你这句话 有我就放心了 这样我先回来 否则我这样走来 买凤槽回来 看着我一定会怕 但是我相信我 我还会做这种 所以你这种相交 是让你看风潮的吗 没有了 我…我真是让你找朋友 不是让你看风潮的 請 今天對著我的事 麻煩別跟鳳巢說 我知道 這樣,我先來 小孫子像鳳巢 隨時來,我都很歡迎 阿薏,麥當場請 到地來我們島坐 麻煩請,來我們島坐 好…我先來 生氣 謝謝 生氣… 你還在趕計畫案啊 不好意思,把你抽起來了 不用了,我是擔心你會睡眠不足 明天還要早起上課耶 你今天又要熬夜寫計畫案了嗎 是啊,那你胃還在不舒服嗎 我去幫你倒杯水 不用擔心我 你還是趕快打計畫案吧 如果你明天 還是吃不下東西想吐 我帶你去看醫生喔 不用啊,我明天就會好了 你趕快寫,不要太晚睡喔 謝謝 好嗎 你好嗎 我就麼你熬的 謝謝 謝謝 不行 你好 你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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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嗎 沒事 阿長 阿長,妳是怎樣了 怎麼來丟轉身煙 謝謝 謝謝 早上我想說電話上更好 我怕鳳姐會睡不好睡 我就拿電話蓋住 又又燒起來了 妳怎麼這麼說 電話還要這麼燒到 衣服蓋住 當然也會燒起來 我也好想知道 這廚房又燒掉 是的,我都沒想到這樣 鳳曹,妳怎麼走 我沒事了,阿姨 妳咧 沒事了 阿師公 鳳曹 是妳的 妳的衣服是怎樣 沒關係 人家的面子沒事 這是最重要的 妳還想要討厭 我帶妳去面子好不好 嗯 鳳曹 嗯 妳這樣多久了 差不多要一禮拜了 我沒想說我吃得不好 但是不知道這次是怎麼會這麼久 阿長 阿鳳 鳳曹有這個情形 妳怎麼都沒有跟我說 她說 不然妳擔心 妳在擔心 要不要說 我沒想到 帶妳看腸胃科 嗯 什麼看腸胃科 要看虎三口 虎三口 虎三口 是啊 萬能又兩不住 鳳曹 妳應該是有心了 我 你的意思是說 我要做老婆 是啊 我應該是約了老婆不對 你苗仔還是要帶鳳梢 叫他先檢查一下 稍稍稍稍稍 我要做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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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真的嗎 醫生說你已經懷孕兩個多月了 昨天去醫院檢查過都沒問題 那你最近要小心一點 動作要輕一點 千萬不要去動到胎氣 美 我知道 我會有交代我 你現在肚子的孩子 要吃營養一點 想吃什麼盡量說 我跟妳還沒買的送過去給妳 爸 不用擔心 鳳梢愛吃什麼我都會買給他 那好 穩忠 鳳梢就交給妳照顧了 好 好 大姐 大姐夫請吃水果 大姐 大姐夫請吃餅 來 你們兩個坐下一起吃 哇 你們兩個以前都不太會照顧客人耶 現在變得這麼懂事啊 因為這段時間二哥有交代我們要幫忙 正平 不要亂說 為什麼這段時間要特別幫忙啊 因為這段時間大姐出嫁了 你看弟弟妹妹現在被交得多好 也不看是誰交的 大姐 今天早上為了妳跟大姐夫要回來 我一大早就叫他們全體總動員的 又是打掃家裡 又是買水果的 原來是這樣啊 但這有什麼好得意的啊 你這個二哥本來就應該要當榜樣啊 對啦 對啦 差會太多了 想上廁所 阿爸 來 我 我跟你去 我也剛好想上廁所 馬山阿爸去上廁所 你湊什麼熱鬧啊 溫中 吃水果 好 好 先去 好 阿爸 你 丟外邊的手腳怎麼怪怪的 沒事啦 你就前陣子騎腳踏車 不小心摔倒 手腳去扭到 我都已經好了 不用擔心 來 吃水果 我趕快回來啊 好好好 阿妹 阿爸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看起來怪怪的 沒有啦 你阿爸就不小心摔倒扭到了 他看起來就不像跌倒扭到啊 阿爸到底怎麼了 正福 正平 你們跟大姐說 阿爸到底怎麼了 阿妹 阿妹 你就跟我們說嗎 阿妹 你阿爸說 萬一你們問起來 就說他摔倒扭到 但是我知道 你們一定不會相信的 其實 在一個多月前 你阿爸突然小中風 小中風 等等 難道上次回來 房間裡面有聲音 那個時候是阿爸在房間裡嗎 你阿爸那時候剛中風 手腳不是那麼俐落 他就是怕你們難過 所以要我們說 他出去找朋友了 阿爸說他不想讓大姐知道他生病的事 阿爸為了趕快好起來 不讓大姐擔心 這陣子都很努力的復健 是啊 你阿爸把跟你們見面 當做是他復健的目標 他希望你們回來的時候 他已經恢復健康了 一個多月 能夠恢復成這樣 真的很不簡單 所以剛剛 瑪莎是因為擔心阿爸 才陪他去廁所的 是啊 阿爸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全家人都瞞著我 阿爸的高血壓一向控制得很好 他已經是為了我結婚的事去兼差 太累了才會病倒的 你不要這麼說 你阿爸就是怕你這麼想 才不想讓你知道的 你不要太難過 幸好阿爸 你現在已經恢復很多 醫生說你阿爸恢復得很好 他下個禮拜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他不想讓你們知道 就是怕你們擔心 所以等一下 你們看到他還是裝作不知情 千萬不要提起中風的事 知道嗎 他怎麼都站著 坐著坐著坐下 來坐坐坐 剛剛聊什麼 沒有啦 就鳳曹跟溫忠 在聊學校的事 阿爸你還好嗎 阿爸你還好嗎 我是說 你手腳扭到沒事吧 沒事不用擔心 大姐 今天中午要不要留下來吃午餐 我下廚煮給你吃 今天中午我來下廚吧 怎麼那麼好啊 因為你們這些弟弟妹妹都很聽話 我很欣慰 而且我難得回來 也熟幾道阿爸愛吃的菜 來 好好好 溫忠 吃完飯陪我下個棋 好 當然沒問題 好好好 太好了 大姐夫 那就拜託你跟阿爸下棋了 我每次跟他下路書 天氣熱 我去倒那綠豆湯給大家喝 馬桑 謝謝你 大姐 你突然卸著幹嘛 嚇到我了啦 你還是罵我好了 我比較習慣 好 我坐 來來吃起來吃起來 好 吃餅吃餅 怎麼了 怎麼了 爸爸真的什麼事都為了我著想 他就連生病也都不讓我知道 難怪上次回家 我覺得家裡有點奇怪 你先不要想那麼多了 你先不要想那麼多了 我知道你擔心阿爸 不過 最起碼 他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你爸爸身邊的這段期間 我就沒有幫上什麼忙 我覺得很自責 我覺得很自責 不過幸好 幸好弟弟妹妹他們都很孝順 是啊 所以你現在也要孝順啊 你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吃好睡好 生一個健康的寶寶 讓阿爸可以抱孫子 知道 自從我知道自己要當媽媽了之後 更能夠體會父母對孩子的心情 你 以後 我一定 會以我阿爸美為榜樣 做一個好媽媽的 我也會一起努力 好啦 不要哭啦 懷孕哭得已經不好 而且你這樣一直哭 等等回去 阿爸會以為我欺負你 走吧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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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結帳的喔 對啊 請問 你怎麼這麼客氣 人來就好了 我這麼大包小包 帶這麼多東西來 我就串一些麻油雞麵線 雞蛋 紅糖 還有豆腐 可以讓鳳巢補身體 你這樣太客氣 我給你準備這麼多東西 我想說鳳巢剛才生你一定很忙 我會麻煩你帶他做給他來 不會啦 你怎麼會麻煩 這是我應該做的 對啦 你怎麼煮麻油雞 不會啦 我今天剛好要煮 沒關係 我剛才有船來 這樣你就不用忙了 謝謝你 鳳巢 第一房間 我帶你進來 好 鳳巢 你怎麼會來看你 鳳巢 美 妳來了 是啊 妳現在覺得怎麼樣 還好嗎 她很好 我婆婆她幫我很多 真的 不好意思 很麻煩你 可以啦 鳳巢很乖 要給她做什麼 要你做什麼 好 好好看 長得好可愛喔 文中說她喜歡女生 女孩子很好 女孩子比較貼心 不過你下一胎要努力生個男生 畢竟文中是家裡的長子 女孩子 不一定愛生女孩子 我沒有這種傳統的觀念 女孩子都一樣 現在身體健康就好了 想到妳這麼多花 我會想 現在鳳巢跟阿丁 他們過得好就好了 好 阿婆 妳等一下跟鳳巢開口 我來去廚房和妳的東西 小心妳 好 謝謝阿婆 來 來 來 外婆抱一下 唉唷 外婆婆抱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妳身體還好吧 妳婆婆有好好照顧妳嗎 有 我婆婆她怕我吹風 所以把房間的窗戶都封起來了 而且現在我的衣服都是她在洗 每天三餐也準備得很豐富 早上都會煮麻油寄給我吃喔 我剛剛問她 她怎麼說還沒煮啊 可能是阿妹妳聽錯了吧 我婆婆她怕我熱 我一邊吃麻油雞 她也會一邊幫我擦汗 因為她說產後不能吹風 所以不能用刪的方式 是喔 沒想到妳婆婆對妳這麼好 她剛剛說沒有煮麻油雞 我還擔心 她是不是沒有替妳做什麼 其實現在家裡的事情 我婆婆她都搶著做 反而我覺得她很不好意思 太笑了耶 好可愛喔 太笑了耶 太可愛了 我跟前面的循環都一樣 我做什麼 她也做什麼拿來 連麻油雞 還有麻油麵線 準備的也都一樣 好可愛喔 阿姨 阿姨 哇 又香耶 哇 怎麼會這麼多雞 還有兩隻麻油雞呢 唉唷 阿姨 小小小的啦 小小的都是妳拿手的媽媽帶來的 有什麼小小的 她帶這麼多東西來的 我是怕說 她如果知道 她準備跟阿姨一樣 她會失望 好啊 好啊 我知道了 嗯 對啦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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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做這鍋的麻油雞 妳今天要來豆沙公吃 我今天要來豆沙公吃 我今天要來豆沙公吃 媽仔 我會再做一鍋新的 好啊 我想要吃麻油雞 阿姨 我跟妳說 其實豆沙公吃不太厲害 都叫我豆沙公吃 這樣也好啊 豆沙公吃完 是不是 她的糖果更高 好啊 我們泡至餅吃的 豆沙公吃 豆沙公吃完 這樣的 bed 就客人沒問題啦 校長 妳找我啊 請坐 當了一位新手父親 感覺怎麼樣 有睡眶嗎 還好女兒不太吵 辛苦的是鳳巢 她白天要顧 有時候晚上女兒如果吵鬧的話 他要担心我睡不好 还要把女儿带到客厅去哄睡 时间过得很快 林老师做月子快结束了 明天就要恢复上课了 是啊 风潮一直很担心 会耽误到学生的学习 虽然说女儿刚出生 不过还好我母亲帮忙照顾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就好 其实啊 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当府研部主任啊 已经很久了 你辅导全校老师的教学工作 都做到最好 那是因为我们学校 是教育厅的重点辅导学校 如果我们不努力 会让校长没面子啊 所以我们学校 现在已经有点楷模了 别的学校都让我们学校参观 而且啊 也让你被看见了 我被看见 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宣政府开会 亲长问我说 看你们医院当校长 现在偏乡 最需要你这种有热情 有理念的年轻人去整顿办学 我当校长 我不行吧 我还那么年轻 而且学校比我有经验的老师 还很多啊 那不一样 有经验不代表有方法 不代表有理念 老师讲啊 我还是非常舍不得 你这样人才离开我们学校 但是为了你的前途 我还是把你名字呈上去 我们现在就等公布结果吧 如果县政府真的选去偏乡 当校长 好好加油 谢谢少女提吧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不得了 我对你 都推荐你去做校长 你校长真的是弃中你 你校长真的弃中你 可以做校长实在很好 不過,人家推薦你,我真的會得到嗎? 現在還不知道,要等我發表才會比較重 是說,事情來了太快了 我真的要去鄉下做校長 有可能要大宿舍 沒關係,你如果去宿舍大 風潮跟亞萍怎麼會? 我是聽說宿舍比你那麼大 我是在想... 風潮,你敢跟我一起去鄉下 也把孩子帶過 不,等校長說不定再討論 每一天我跟你一起過 我現在還沒想到情緒 不用想啦 老婆本來就在生活中 有今天才會有孩子 雅萍也需要爸爸媽媽在生活中 跑到大宿舍 萬一阿中,如果真的到家裡 你可以帶雅萍去嗎? 不過阿母,雅萍還這麼小 在家裡有阿母,你可以到三天照顧 我如果是帶雅萍去回家 我不知道要跟雅萍拜託想照顧 你放心吧 阿嬈,你如果都去鄉下 我會帶你們去 阿母,你要帶你們去嗎? 你如果我在家裡 阿姨跟阿姨要怎樣 阿姨有阿金可以照顧 阿姨有阿,你不會有阿姨 我會帶你照顧三天 你不要懷孕 好 阿姨,我也不知道 我還不會做行程 現在要懷孕 是不然當時上空 那一天我兒子要怎樣吃冷 這我已經想好了 我的找時間回來吃 剛出生的孩子需要喝母奶 不能斷 你還要回來洗澡嗎? 你不是很累嗎? 你會保證的上課 阿嬤,我可以坐牙瓶去給你洗澡 阿嬤,你要坐牙瓶去找我嗎? 你要坐車嗎? 沒有啦,我坐甚麼車都會現車 我想我就騎腳踏車去 阿嬤就很快了 阿嬤,騎腳踏車來回 只要一小時,你太辛苦了 不會啦,我現在不買菜了 阿嬤就叫我退休 阿嬤就行不來 阿嬤,有孫,躺著照顧 你明天上班已經很忙了 我沒事也能騎腳踏車運動 不行啦,你腳踏車就不好 你又騎腳踏車,我會擔心 我這時候,可以幫你倒三天 我就盡量去做 我只是希望,你們可以過得很好 阿嬤,可以平安就好 阿嬤,今天就感謝你 一個人洗衣服要感謝 時間也不早 你也知道我在上課,關於休息 阿嬤,快來照顧好 帶來得好 快盡快 阿嬤,快點救我 救我 阿嬤,快點救我 救我 阿嬤,ni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母亲辛苦了 对 我太辛苦 在亚萍比较辛苦 你家睡觉 我抬起来 要不说 她老是很乖 她都没差 她一直在睡 好 来 是这个 很大型 真是的 老老婆 我去亚萍 你不要去办公室等一下 不要 这样其他的老师说这么多 我不要去弄掉 我看我等一下等你就好了 好 好了 等一下 母亲等我一下 好 好 我先来 好 你看 陈老师 恭喜你来当校长了 下个学期你就要走马上任 谢谢校长的栽培 你不要谢我 那是你自己的实力 自己的能力 这些年呢 还多亏你 我们校长的越来越好 不过接下来 就看你自己了 千万别漏气 我知道 谢谢校长 好 好 你吃饱了 哦 吃饱了 我趕快去门口小阿嬷 你回家 我要乖乖听阿嬷的话 知道吗 快 早 这叫阿嬷 冬草 来 文忠 哇 你骗难啊 是啊 有没有吃饱啊 当然有啊 可以 冬草 嗯 教育局的派定下来了 我确定要当校长了 真的吗 恭喜你 为了不要辜负 大家都有期待 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不过 这样就要为难你了 这样我一定确定 要去乡下救人 想要麻烦你带着雅萍 跟我一起调校理 好 你目前的情况看来 也只能这样了 只是我担心 要麻烦阿嬷跟着我们笨波 是啊 可是也没办法 只能回去一下阿嬷了 不过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好好报答他 你 你 对 阿嬷人呢 好 他在门口等我 好 那我们一家三口 一起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嗯 走 走啦 走啊妈 要 rides RLO 我我朋友 你着 here 了 你就跟他妈妈扶穿了 number 我看你喔 按理事也沒人到暗時 都沒睡覺 那家庭和家庭 不知道讓你吃過多少遍 海鳳一吹過來 我就覺得家庭還老闆了 就再吃一次了 對 阿婆 牙瓶怎麼睡覺了 她已經睡覺了 早上暗時 外面海鳳這樣吸一吸 一直把牙瓶插起來 連我也起來幾次 是啦 阿婆 這幾天真的很麻煩你 又要照顧家庭 又要幫我跟文宗道整理 這沒什麼啦 阿長 能做到好處 這是一件好事 我只是提起煩惱說 阿婆來這裡這麼偏偏著 想我又這麼不方便 沒啦 這附近有感情 如果要去便宜 叫我車這麼久就夠了 我家庭那邊 現在不知道怎麼 你如果有牙的時候 牙瓶到的叫我花錢 叫他老公 一定要叫阿姨來吃藥 我知道 怎麼沒看到阿長 他人呢 他說他要去鎌馬店買一些東西 是說奇怪 鎌馬店不在附近而已 他怎麼會要去呢 你怎麼會好 不过 学校打扫得这么干净 表示工友很认真 只是教室怎么看起来这么破旧 是没有经费维修吗 没想到偏远地区的学校 比起市区的小学 资源真的很不充足 你这个可恶的小头 又来偷偷戏了 大哥 你误会 我不是小偷了 我是 上个月你才来偷货 经常没有抓到你 那是因为你跑得快 你看看 我今天这么小离地啊 大哥 你又干嘛 你听我解释 大哥 你真的误会 我真的不是小偷 你小心 你不要跌倒 你跑得快 不要去跟安排队吧 我要你好看 你怎么满头大看的 你不是说要去杂货店吗 你去运动啊 我才不是去运动 我是买完东西 想说顺便去学校看看 结果差点被人家 当成小偷抓起来 啊 我不知道那个阿伯是谁 好凶喔 一直追着我跑 是吗 那你怎么没有跟他说 你是新来的校长啊 他根本没有我机会解释啊 而且他还拿着扫把 说要把我的腿打断 我就逃回来了 想不到啊 这个学校这么安全 居然还有人会注意 有没有想通啊 你先生差点被打断腿 这样还安全 不过听那个阿伯这样讲喔 学校应该是被偷过 学校环境真的很差 那个门都坏了 然后床子也关不紧 虽然说整体环境看起来还算整洁 不过那些校舍啊 还有课桌椅都已经很老旧 图书室里也没什么书 经费真正很不足 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 老实说啊 我一点也不意外 这几天我们搬来这里 晚上常常停电 半夜想要去上厕所 还要拿着手电筒 到外面的公厕去上 我们生活的环境都这样了 学校的状况 又怎么可能会有多好 我知道啊 不过学校的经营 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等我一些都上手以后 我也得要跟上面 多升起你的经费 改善这些状况 只是 这里的生活 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好差 我还让阿布搬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 真的是苦了他 你当上校长 阿布他真的很高兴 而且他也舍不得亚萍 不过 他的心里总是不放心家里 我们一定要赶快 让生活上轨道 这样才能让阿布放心 回家去看看 你好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我是下学期新派任的校长,我叫陈文宗 新调来的校长?想不到我们新来的校长这么年轻啊? 校长,你好,我是工友张富贵,以后就叫我老张 老张,你好 你好,校长,现在学校还在放暑假 星期才开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学校了? 我公文资料都还没整理好 我想说先来学校看一看,了解一下状况 对,老张,我刚刚走了一遍校园 学校的草皮跟树木都是你修整的吗? 整理得很干净啊 那是我该做的本分啊,只可惜啊,学校经费不足 一些东西坏了,就完全靠我自己在修 能修好了就修,修不好了我也没办法 那,之前的校长都没有申请经费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学校这么小 前几任校长应该都有去申请 就是啊,没看到经费下来,加上靠海潮湿 但是,东西啊,容易坏 原来是这样 我之后,也会努力写公文去申请看看 在经费还没下来之前 老张,学校如果有什么东西坏掉了 你来跟我说,我们一起去修 不不,校长,我来就好 这怎么好意思麻烦校长呢? 不麻烦 老张,这些文件跟资料怎么都放在地上 这些公文跟资料,是我拿下来整理的 原本啊,早就应该整理好了 可是啊,要处理的事情一堆 所以啊,我要现在 不过校长,我跟你保证 那今天啊,我一定把它给整理好 给规定位,还有啊,把这个校长室啊 完完全整理干净 我来帮你整理吧 不,不,校长,我来就好了 没关系,反正我现在没事嘛 你去帮你的啊 好 个人 你去帮你整理好 先去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